以不看好的态度的 但是后面随着两人感情的深入 很多网友也开始相信这一对情侣是真爱 在工作的时候是十分霸气的范爷 但是在李成的面前就是一个小女人 范冰冰还在颁奖典礼上公开承认 李成是最后一任男朋友 李成也在范冰冰36岁的生日上求婚成功 但是没有想到两人还是没有走到最后选择了分手 这也是让人始料未及的 李成和范冰冰已经在一起四年多了 双方的家人也十分看好这一段感情 李成的年纪也是老大不小了 所以父母也希望能够早日抱上孙子 但是李成范冰冰在一起四年的时间 始终不见范冰冰的肚子有什么反应 因此很多网友纷纷猜测分手的原因 很大部分应该在这里吧 对此你怎么看待呢 可以在底下的评论区留言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